他们是体重超过200斤的胖小伙 太胖 他们用音乐搭建了展示快乐的舞台 以胖为看点 卖点 而且还要突出出来 他们活跃的乡村 他们是快乐的大块头乐队 请听收看村里来了大块头 记录真实服民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我们说一个人很重要 通常说这个人够分量 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这六个小伙子 那绝对是够分量 他们每个人的体重都超过了200斤 最重的已经达到了280斤 别看他们胖 他们可从来不避讳别人说自己胖 不仅不避讳 他们还自己组建了一个乐队 名字叫做大块头 这支乐队走到哪都会高唱一首 何必要减肥的歌 您可能会说了啊 他们这么胖怎么还不减肥呢 这一群什么样的大块头呢 2011年11月下旬 记者在北京市环柔区国海镇六度河村 见到了大块头乐队的小伙们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 这支大块头乐队 怎么跑到这个小山村来了呢 虽然天儿有点冷 可是听说有乐队要来 一些村民搬出了私家的小板凳 早早地来到了这里 这几个小伙子一亮相 给相亲们留下的印象没别的 首先就一个字胖 太胖 特别胖了 可是听这歌词 好像他们还不想减肥 他们这么胖 为什么还要唱 何必要减肥呢 应该减肥肥了 村民说的没错了 这么胖 为啥偏偏要唱不减肥的歌呢 这些胖小伙 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 这些大块头吧 大家好 我叫王维特 我是乐队的吉他手 大家好 我是陈燕燃 我是乐队的贝斯手 大家好 我叫顾凯 我是大块头乐队的吉他手 大家好 我是张勇 我是大块头乐队的鼓手 大家好 我是小吉 大块头乐队的键盘手 大家好 我是大块头乐队的主唱孙浩 队员们看起来年龄不大 可在音乐圈里 这个乐队可以称得上是重量级的了 因为他们的平均体重 就达到了200斤 最胖的是乐队的主唱孙浩 他的体重达到了280斤 和几位乐队成员比起来 老大哥孙浩在音乐圈曾经一度辉煌 90年代 他就是唐朝乐队的经纪人 当年我做的唐朝音乐 包括那样的唱法 太多人有的时候是接受不了 但是他一旦听见 2008年中国的摇滚音乐进入低谷 那时候他认识了一些和他一样胖的一群胖小伙 他们不仅体型相似 更有着共同的音乐梦想 于是几个人干脆组成了一个大块头乐队 不过要想加入这个乐队 那可是有要求的 当时我想的就是人员必须在200斤以上 你才是一个感觉是那个意思 大家首先要合得来 对吧 完了呢还有就是真正比较 就是真的是在职所做音乐的 为人好热爱音乐 我们好理解 可为啥要求队员的体重达到200斤呢 我们也想组成这么一个比较鲜明的吧 胖人这么一个乐队 也想就是希望天下的胖子吧 除了我们以外的这些胖人呢 都跟我们一样呢 就是快乐的生活 2009年为了扩大知名度 大块头乐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的比赛 在下的风 没有人不安逸的身体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 最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 让我守在梦想 渴望未来 当我 离开家的时候 你满怀神情 天下好笑 舞台上 大块头乐队一曲红旗飘飘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得到了较高的分数 而接下来的才艺展示 对于他们这些大块头来说 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那这些大块头 又会用什么才艺打动评委呢 只能联想到跳舞 后来找人编了一个踢踏舞 当踢踏舞的展示的时候 要以胖为看点 卖点 而且还要突出出来 那怎么样突出 你拍肚皮吗 是吧 这大家都会笑了 其实跳舞的那段 观众反响挺大的 就是几乎我能听得见 满场的都是尖叫 本期星光大造 周赛的周冠军是 最终大块头乐队 在比赛中拿到了 梦寐以求的周冠军 第一次拿周冠军的时候 挺高兴的 说实话 打心眼里挺高兴的 紧接着 大家又参加了年度决赛 这天一上场 大块头们一首热情的沙漠 让现场的气氛 一下地热烈起来 然而当表演结束 与台下观众互动时 却出现了一个插曲 小朋友 你说这关谁胜不出呢 一号 你为什么说一号不能获胜呢 人腿多腿胖 面对孩子的说法 乐队主唱孙昊 站了出来 童言不计吧 刚才小孩说我们都 都胖 是这个原因 我想真的说几句话 说 我的体重比他们更沉 我280斤 而且我自身有痛风 痛风很多年 如果四肢都犯痛风的时候 我是根本下不来床的 一躺就是十天八天 我父母都岁数都不小 照顾我 完了 就是说 在床上 有的时候就是 大小便都就会 坐住在床上 所有看我们没有痛 哥几个 经常就过来来照顾我 要不是这个 我谢谢这个 孙昊的现场 流露出的真挚的情感 打动了观众和评委 他们终于顺利的 渡过了第一关 接下来比赛进入第二关 为了弥补 刚刚发生的一幕插曲 可能给乐队闯关 打来的不利 孙昊当着全场 数百名观众 跳起了霹雳舞 最终他们还是输掉了比赛 虽然大家已经尽力了 然而比赛虽然输了 观众们就记住了这群 可爱的大块头们 比赛后 大块头乐队有过一段 非常辉煌的阶段 他们开始频繁出现在 各类媒体上 那时候这首 《何必要减肥》的原创歌曲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悉 与此同时 也有人反的奇怪 他们本身是一群胖小伙 为什么还要高唱 不减肥的歌呢 我们主要也是 就是说 想表达的也是 就是说 一个快乐的生活的一种 情绪一种东西 如果你减不掉 就不要去勉强自己 而且反弹 我就是很大的一个例子 你减多少斤 我都会反弹时间 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而且很 很难 我觉得很难会真正的达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减肥程度 所以我觉得快乐的生活 这个 这是最重要的 2009年 对于大块头又得来说 可以说是最辉煌的一年 那一年 他们不仅频繁参加各种访谈节目 还接到了很多演出单位的邀请 可是这一年下来 他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成功带来的喜悦和快乐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 不论是做访谈节目还是参加演出 人们对他们的关注 似乎总离不开他们的身材 胖已经成为了一个话题 在节目中 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展示这一点 因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始终离不开他们的胖 甚至有很多观众记住他们的只是身材 却想不出他们究竟唱了什么歌 这让队员们多少有些苦恼 很多人能记住我们 但是呢 就不了解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是我们主要的出发点 大家搞一块 坐在一起 不是纯为了胖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大家一块 写点歌 一块玩会 一块做点自己的东西 做点音乐 至于以后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正轨 就是回到最本源的这个 这个上面 就是音乐上 为了让观众不止记住自己的胖 而是要记住自己的歌 大块头们开始创作自己的原创歌曲 与此同时 他们开始找各种机会到农村一眼 并且把自己的原创歌曲 《桃花镇》 唱给这些朴实的村民 因为我们也去过农村去养过初 养过初呢 本身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成员是农村的人 我们去完以后呢 就感觉到农村的那种质朴的感觉 唱得特好 挺好的 好听吗 好听 为了活跃现场气氛 每次演出 他们还会邀请当地的村民 跟他们一起唱歌 欢迎大块头 乐队来到我演出 谢谢你们 对员们没有想到 村民的热情还挺高 您想 又上了一位 不管村民唱得怎么样 队员们看中的还是和乡亲们的交流 欢迎他们 长老 农村带来很多文艺节目都挺好 老农民都喜欢 我们也希望把 现在比较潮流的一些东西呢 尽量地 就是说用我们的方式 再把它简化一点呢 带给 带给这个农民朋友们来 来去听呢 让他们也能够接受 很新潮的音乐 用队员的话说 到农村演出 面对着朴实的父老乡亲 他们感觉自己是最接地气的 因为乐队经常到农村一演 结识了很多农村观众 张小敬就是乐队去农村演出时 认识的一个胖小伙 前不久乐队正在排练时 这个农村小伙子主动找上门来 要拜识学艺 他自己也唱过 他自己电话里跟我说过 自己唱的还可以 你来一首自己熟悉的歌 熟悉的歌就是来一首 刘欢的人生第一次吧 我第一次听到的哟 是你的汗 我第一次看到的哟 是你的脸 我第一次围装的哟 是你的胸口 我第一次爱上的人啊 领导你更前 看小虎的这块头 倒是挺符合乐队的条件 不知道这唱功能否让队员满意呢 我觉得唱的还可以 就是你就是民族唱腔的那痕迹不要太重 而且呢不要太刻意的去模仿原唱 放松一点然后声音就不会那么抖 刚才看你还是有点还是有点哆嗦 哆嗦 我现在还哆嗦 你把心态放平了 整体还可以 要不你就这样 我们排着练 你来感受一下 你这个块头呢也合适 因为乐队这几年 有时候也会碰到人员更换的情况 所以作为主唱的孙浩 也会留意一下身边的大块头 虽说队员们感觉 这个叫张小静的小伙子 离他们的要求还有些距离 他们还是决定 让张小静跟着他们到村里去演出 12月初大块头乐队再次来到了北京市淮柔区渤海镇敬老院 在舞台上唱什么歌是他们说了算 在敬老院要唱什么歌可是老人们说了算 就想听着南地湾 咱们就来一首南地湾 好 谢谢 队员们没有想到老人们不光想听歌 还想让他们来段戏曲 老人的这个想法给了张小静一个表现的机会 来个黄梅戏来小段啊 好 蓝对花就对花一对一对到天高 啊啊啊啊啊啊啊想 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 莫甘子莫叶海的身莫花 因爲演唱场景的限制 演出效果显然没有舞台上好 可即便这样 一个老人们带来了不少快乐 他们唱的不赖挺好 我不会 我要会 我就介绍跟着唱 我不会 让一趟经常来 欢迎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 有的老人还急性唱上那么一段 阿木丹 百花通融最深烟 阿木丹 总像我里最壮观 除去我们 我也好找更多的音乐人也好 搞艺术创作的人也好 多下到农村去 感受一下农村的生活 会对你的创作 会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的电视影评上 巨男谅女多的是 这几位胖小伙 不去跟帅哥美女一针高低 独辟蹊径 自己成立一个大块头乐队 当别人在灯光绚丽的舞台上 展示自己时 他们又走入农村 在黄土地上寻找创作的灵感 眼下全国上下 正全力推进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这群大块头们 在繁荣农村文化方面 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乡村 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和快乐 还在致富的村民中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他们的行动 也给了我们带来启发 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其实可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有讲收拾的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 有机会获得 周奖万宝太阳能一台 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 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苗寨里穿花衣 点像那个苗家的妹子 到鸟市看到鸟 怎么算输赢啊 没想到这老鼠也能做成美味 还是让我们一起去贵州的规定 吃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